就是有個變數叫Score 然後顯示給玩家看 然後到變數這邊產生一個變數 然後產生一個叫Score 好,然後產生完之後呢 就是我們要根據叫Score的改變來決定它的大小 所以一樣也是當接受到Start 那有可能會問說為什麼要做兩個 因為如果做在一起的話 它會有執行上前後順序的差異 那如果做在一起的話 就是分開做的話 它會同時執行 所以我們就希望它同時執行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分開做 然後原來是重複執行 然後將這個黑球的大小 外觀這邊將黑球大小設定為 記得要是設定為不是增加 不要拉錯 設定為我們的Score乘5 那也許有人會問說為什麼是乘乳 我等一下會解釋 好,那這邊到舞台這邊來 然後控制 當綠席被點一下的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的Score的值設為20 好,那現在是這邊是剛開始就是20 然後球剛開始是原本的大小 所以是100% 那20乘5就是100% 那有人會問說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Score就好 因為你一開始就給它100分 你不覺得這遊戲很可能嗎 提醒他們有角色跟舞台的成本 那就是記得喔 就是把這個變速的這邊 這個部分 在舞台這邊做 不要出來角色這邊 要在舞台這邊做 好,那先換給你們 這個有跳角色要小心